警察只是上了个厕所 就发现警车被人喷上了红漆 当老警发现车上的油漆未干尸 更像是如临大敌一般 懵逼的女警瞬间有点懵逼 就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大涂鸦 至于搞到这么大动静了 而让她没想到的事 就连十几年没出办公室的上司都亲自出马了 可是刚准备追捕涂鸦人 就不小心扭到了自己的千年老妖 一旁的警察只好跑回来照顾她 得知涂鸦人刚跑不久 老警直接一脚地板油就干了出去 突然一道人影闪过 老警赶紧不慌不忙地下车追赶 然而找了三个多小时 连个毛都没有发现 就在她失落地回去时 竟然发现刚换的新车又被涂上了红漆 此时她的心中有一万头羊驼在奔跑 原来这个涂鸦人可不是一般人 十年前就在整个城市到处流民 花了他们数不清的修缮费 更可恨的是 十年前她还在实习的时候就涂了自己的警车 这件事一直让老警耿耿于怀 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一起坠楼事故 一年后 两人火速赶到了现场 就在老警询问坠落原因的时候 女警让她朝上面看看 上面竟然是一个没完成的涂鸦 眼前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苦苦追捕的涂鸦人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女人大喊着救命 说她的两个儿子疯了 他们从网上买了两件防弹背心 非要试试效果如何 此时两人正拿着枪指着对方 警察还没来得及鼓指 两人就纷纷倒在了地上 在确认两人丢掉武器之后 警察立马上前拉起了两人 结果弟弟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女警旁观一扫 发现他的身上被打出了一个小小的大窟窿 然而哥哥并不在意他的伤势 反而表示非要给卖家一个差评 这边才刚刚处理完 他们就在路边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不仅车玻璃被人打碎了 周围还满是血迹 两人顺着血迹一路寻找 果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受伤的大爷 大爷表示袭击他的男人就在旁边的屋子里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来得及跑路 警察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但是女人表示人早已经跑了 女警让他打电话给男人 不然就以帮助和教唆逃犯罪名拘留他 结果刚拨通电话 房间里就响起了手机铃声 随后柜子里就传出了男人的声音 声称自己正在南极看海了 这把警察都逗乐了 直接一把拉开了缸门 好吧不装了 本以为男人会乖乖束手就擒 没想到他还敢还手 结果直接被老警做成了猪头 等待他的僵士监狱里的缝纫机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女人刚买了辆九手厂同车 结果忘了自己还没考驾照 所以只能推着他上路 更悲催的是 半路上还遇到了一个劫车的 然而女人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直接笑出了猪声 原来今天是菜鸟女警报到的第一天 没想到这家伙送了这么一份大礼给自己 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他的师父会好好地给他上一课 就在两人友好的聊着家常的时候 懵逼的女警瞬间一脸懵逼 接着更是被师父罚下车 让他认清了路鸣再上车 然而这还没完 师父更是在街上拦住了一个恶棍 随后就让女警搜他的身 结果恶棍不愧是恶棍 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 好在女警也不是来玩的 三下五除四的功夫 就将恶棍撂倒在地 然而遇到这样的师父 对他的折磨才是刚刚开始 不要钱的小心心机的点下 我们下期再见